哈喽,小朋友们好,又到了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拆蛋的时间 今天我们又新到了一款新版的猪猪侠,懒蛋蛋 嗯,可爱的猪猪侠,呆呆,还有飞飞和超人墙 这是新款的雪糕三杂玩具蛋 那今天这些蛋铃会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 那就让咱们一起来猜猜看看 首先呢,咱们来猜一个猪猪侠的 哇,这里的玩具很着急的就蹦出来了 我看到了一辆小汽车 哦,这里有一个粘贴 看看可爱的迷糊老师 呀,这是一个邮票呢 这里呢,有三杂 看看是什么好吃的三杂呀 哇,是三杂糕 嗯,一定非常好吃 吃了一定开胃 那再来看看咱们这个玩具吧 嗯,是一辆赛车 而且呢,是十一号 咱们来看看咱们这辆小汽车 哦,跑得非常的快 一下子呀,就撞到了呆呆 哇,飞出去了 我们的车飞出去了 我要把它捡回来 这辆车呢,飞快的就跑出去了 好,一辆非常漂亮的保斯兰 原设的车 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猜一个谁呢 嗯,再来猜一个呆呆 哇,这个包装很紧 哇,又是一辆小汽车 这回呢,是一辆蓝色的小汽车 还有呢,两个山楂糕 一个是猪猪侠 一个是飞飞 嗯,看看这个是谁呀 啊,这个是飞飞 飞飞的油票 啊,我们可以集油啦 这么多油票 哦,刚才得到了一个迷糊老师 这回又得到了一个飞飞 再看看我们这辆小汽车 哦,又是一辆跑车 这个像跑车吧 哇,看看这两辆哪个比较漂亮呢 它们的车型不太一样 这个是跑车只能坐两个人的 看看我们这辆车怎么样呢 哇,跑得也是非常的快 让我们这两个车一起跑 哇,又有一辆车飞奔出去了 就是我们那辆宝石蓝车 它总是飞奔而出 飞到地上去了 嗯 我们开了两个蛋了 已经得到了两辆小汽车咯 那这回我们猜哪个呢 哦,是超人墙吗 对啦,我们来猜一个超人墙 看看超人墙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礼物 希望不再是小汽车了 为什么它们这里都是小汽车呢 哇塞,又是一辆车哟 看看这个是谁呀 黑暗乔伊 这个也是猪猪侠里的吗 黑暗乔伊 嗯 嗯,也带来了两个 再看看这辆是一辆小汽车 这辆是一辆灰色的小汽车 哇,今天我们真是太富裕了 得到了这么多小汽车呀 这个版型应该和这个宝石兰的差不多 嗯 基本是一样的 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都是这种 嗯 嗯 跑得很快 刷一下就跑出去咯 哇塞,今天这么多小汽车 看看并排三辆车 看看他们并排是怎么跑的 然后他们并排跑出去 哇,三辆小汽车一起跑出去了 哇,还是蓝色的比较快 因为他今天每次都冲到地上去了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只能给大家拆三个蛋咯 得到了三个邮票 三辆小汽车 嗯 那今天就跟小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下次呢 我们接着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这几个蛋 好,小朋友们下次再见